是 台高好,我是白董 旁邊是我們這個台中的逢笛所 瑞哥 欸,哈嘍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吉他工坊 而我朋友他們開的店 然後瑞哥因為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他不是很開心 而瑞哥是怎樣 這就是有學生覺得我們的情 我們都是賣徵彩石流的好嗎 你看聽這聲音其實就是麵單好不好 不然你直接彈彈看 給大家聽聽看 是不是面單合板有差 好啊好啊 這把就是我們的面單 然後它型號是401 然後它是D同聲的 我們還是直接聽聲音好了 很好 如果我們再給大家聽聽看 這一把是和板的聲音 好像是401G的 音樂錄音 其實直接這樣聽聲音其實差滿多的啊 因為這個盒板的其實它的面板 公正板就沒有那麼好 那你有不想跟大家講 怎麼來分辨盒板跟麵蛋 我覺得樂器這種東西 就應該是聽聲音才對 一開始如果你真的沒辦法分辨 到底什麼是盒板麵蛋 你可以用外觀來看 譬如說像吉他這邊有一圈叫香蟲 那通常我們的盒板上面 其實都沒有木紋會勾進來 如果有木紋勾進來就叫麵蛋 但是像盒板的話 它就是完全沒有木紋 因為其實盒板這種東西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那個木片貼起來變成木板 這個東西叫盒板 那麵蛋的話是一整塊木頭做的 所以它會有木紋 然後直接從這個孔勾進來 所以樂哥簡單講 麵蛋琴它的那個麵板 可以當作是實木家具 然後盒板琴的麵板 就是就像那個大賣場的家具 沒錯沒錯 而且你光用外觀來看你盒板 看起來就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最準啦 我們直接鋸開的最準 我等一下就直接把兩支琴 全部鋸開來給你們看 哪一個王八蛋在跟我講說 我們麵蛋不是麵蛋 你真的要鋸 真的 瑞哥我覺得那一把全單是假的 那我們首先呢 就先鋸這一支 盒板琴 先跟人家講一下 這個是以前的練習琴 但是那一支麵蛋就是全新 那我們就開始 來 看這個就是盒板 這個盒板有沒有它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啊 哦這樣子 對對對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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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層一層的 這一層一層的 反正這兩支兩支我都會留在 留在家裡不會丟掉 到時候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 好瑞哥 鋸吧 真貴 哈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鋸不下手 可是你那天那麼憤怒 就說你要鋸 其實這把吉他也大概要六千塊 五六千塊 哈哈哈哈 好 下面 來 有沒有這個不是有一條一條的礦物線嗎 所以這個就是麵蛋的 麵蛋的痕跡啊 好明顯 這個超明顯的吧 這個礦物線超明顯的 那是因為其實工廠有講過這一圈啊 因為它要抹 它有礦物線不好打抹 所以 有時候沒那麼明顯 但是 其實我覺得你麵當盒板 最主要還是聽聲音會比較準 那我們剛剛呢 鋸了兩支吉他 這一支 達達物德的麵丹吉他呢 還有這一支 盒板的琴 然後呢 但其實 要分辨那個麵丹跟盒板啊 其實不需要真的把它鋸開啦 其實就像剛剛我們瑞哥前面講的 我們從響孔這邊呢 看這個木紋有沒有延伸到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辨認說 它是不是盒板跟麵丹了 不然就聽聲音嘛 聽聲音最準的啦 聽聲音也算蠻準的 兩支比起來差那麼多 對 剛剛前面那個有錄嘛 大家應該也可以聽聽看 真的麵丹跟盒板 還是有差別的 那今天瑞哥除了鋸掉這把吉他以外呢 他另外 就是他的老闆啊 說再送給大家一支 達達物德的401 但是不是這支啦 因為這支已經被他鋸開來了 他可能會放到這邊 給那個學生看 做個demo 那他會送一支 全新的麵丹401 給大家 那抽獎的辦法呢 我們會在FB的本專上面 以及我們的影片說明欄下面 好 再公布給大家抽獎的辦法 那我們會在10月24日 晚上10點直播 然後呢 來抽出這把吉他的得獎者 那我們今天 也謝謝瑞哥 幫我們切了兩把吉他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我們今天這邊 麵丹跟盒板的這個 介紹認識呢 可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剛剛突然想到 肚子被開一個洞的吉他聲音怎麼樣 瑞哥啦 那我們來談一下 吉他開一個洞的聲音如何 瑞哥 好爛 我覺得有點立即耶 最後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